好,其實鎖定神秘句點 想問一下,你看影片都是看正常的速度嗎? 咦?這什麼怪問題啊? YouTube裡面有一個功能叫做快轉 我相信你自己家裡的一些影音播放器 一定也有快轉的功能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做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就是想要跟你說 在這個快時代的社會 你會怎麼把握時間 去把一些,去過濾一些 這麼,就是在這種爆炸性資訊的世代 你要怎麼去過濾 聽你想聽的 可是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吸收 濾掉 就很像一個濾網要濾掉雜誌這樣子 但是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去得到你要的東西 速成 不能說是速成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節省時間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在太多的事情身上 為什麼?來聽聽我們下面的解析 人一天只有24小時 所以時間真的非常的寶貴 直到活到現在我才終於了解這一點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樣子的感觸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太懶惰了 懶惰真的會殺死你 我相信如果你有聽我第一集的這個 那個podcast的話 那一集的節目的話 我講的不是,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邊強調 真的懶惰 其實人為什麼會一直在浪費時間 就是懶惰 你的意志力不夠堅強 然後你的惰性就會一直產生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有 有目標的那種夢想家 你想完成一件事情 可是當你產生惰性的時候 很抱歉 這個惰性就是會一直侵蝕你的意志 然後他會不斷的去壓迫你 叫你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你不要再做了 我們休息吧 看點輕鬆的東西吧 看點讓你沒有壓力的東西吧 玩個手機啊 看個影片啊 或什麼的啊 就這樣時間混過去了 哎呦沒關係啦 然後你就不知不覺 你的時間就被懶惰 吃掉了 然後你想做的事情 就這樣被時間給 吞沒了 但是時間是自己浪費的 懶惰是自己造成的 怪誰呢 然後我們再來把我們的主題 換到這個 我其實是支持快轉 看影片或是聽聲音的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的 其實呢 真的大家啊 一天真的只有24小時 你有8個小時的時間在睡覺 你有8個小時的時間在上班 搞不好你可能上班的工時是12小時 但是你剩下的時間 可能有2個小時在通勤 那其實你真正剩下的時間我算一下 8 好啦假設我們說10好了 10再加 2個小時的通勤 其實你真正的 真正可以使用的時間只有4個小時 4個小時是能做什麼啊 所以說 4個小時如果你想做娛樂的話 我可以建議你 真的 拜託 我非常支持快轉 看影片 聽影片 娛樂是一種消遣 可是 它不需要占取我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非常支持 快轉 聽 快轉看影片或聽聲音 無論它是一個廣播 或是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其實 比如說像是1 2強 或者是小明星大跟班 這都可以快轉 我不會演 就快轉 雖然說 雖然說 對創作者可能有一點不尊重 我指的創作者就是 製作這些節目的人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時間也很寶貴 很抱歉 我們沒有必要 全部把事實 你說放在Youtube的影片 好啦48分鐘了 全部都沒有廣告好了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必要48分鐘 就這樣子全神貫注的 把它看完或聽完 所以我非常大家支持 就是 如果要看這些東西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就是 一邊做事情 一邊聽 一邊聽 音樂除外 音樂真的 你放快轉聽 真的蠻奇怪的 但是 有一些人 因為音樂總會聽膩吧 有一些人就會喜歡聽廣播節目 錄好的那一種 或者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看電視 所以大家都把 都會去上Youtube 去這樣子看 然後這個時候 你當然就可以 不要客氣的 去開啟你的 這個快轉的功能 就可以去 可以去練成速聽 速聽的這個能力 當然我要說的就是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其實實際這樣下來 你會發現我說的是對的 因為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綜藝節目 或者是政論節目 真的是非常的 知沒有營養 或者是看了就是覺得說 這個其實就是今天看了之後 明天就忘了這個東西 可是人就是犯賤啊 人有好奇心嘛 啊你就是會想看啊 啊你 你想看 可是你又不想 就是把時間全部都耗在那個地方 那怎麼辦 所以就藉由快轉 來跟你 來幫助你 節省時間 把你想要的一部影片 就在短短的時間內全部看完 或聽完 其實用聽的就好了啦 因為我都是 好啦假設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聽 以我自己的舉例來說 我非常喜歡看張雅琴 年代新聞台的那個張雅琴的挑戰新聞 它幾乎都是播完之後的 可能晚上的九到十點 YouTube就會放完整版的上去 可是我都會用兩倍的速度就把它 聽完 我不會看 因為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你就是看他在那邊指 可是你就是看他在那邊指 指著那個板子 大字報在那邊說那個新聞 其實根本就沒有必要用看的啊 然後新聞這個新聞用聽的就好了 啊舉凡再講一個舉凡的例子 我自己非常喜歡二分之一強 這個這個很多這個外國型男的這個 這個這個主持的這個綜藝節目 現在是由吳山儒跟那個 梁赫群主持 然後 其實我都是用 我也是用兩倍的速度 除非有看到什麼好笑的 有聽到什麼好笑的 我就會再打開轉換螢幕切換這樣看一下 不然的話我也是以兩倍的速度去聽完 兩倍的速度去聽完 因為真的沒有必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糾結於那個畫面上面 除此之外啊 如果你有使用Line Line的那個Line TV啊 Line TV也有快轉的功能啊 KV TV好像也有吧 我不曉得 反正現在這些東西 Netflix好像也有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有沒有快轉的功能 但是呢 其實看劇 如果你外語能力不是很好的話 畢竟有字幕嘛 那就是用看的 我記得我以前看劇的時候 我好像也是用1.4倍的速度 就去把它看完 呵 因為那時候 外語能力不是很好 然後都是必須要看字幕才可以 那個 追劇的時候我也是看 我也是看字幕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用1.2到1.4倍 我沒有用兩倍啦 兩倍太快了啦 我是用1.4倍的速度去把它看完 好 好 重點來囉 重點來了 好 你知道其實用1.4倍到1.5倍 好 然後 甚至知道兩倍 一個 好 我們就以一個節目正常來講 48分鐘的這個節目來說 你知道這樣子 其實可以幫你省到多少時間嗎 20分鐘 好 20分鐘 好 我是 我現在是沒有實測了 但是我大約抓了一下是20分鐘 好 16到20分鐘左右 好 很神奇吧 等於是說 你如果用這個兩倍的速率去看完 或聽完任何一個你想看的節目 就如我剛剛所說的 無論是綜藝節目 政論節目都好 很快就看完了 很神奇吧 然後你是不是就有很多時間去調配 然後你同時你也接收到一些資訊 然後當你看完 有一些綜藝節目可能 因為有些綜藝節目 它畢竟不是每一天的主題都很好看 所以有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用快轉看完 就是說有一些 有一些節目 有一些 有一些集數 它是 它當天做的主題 是還蠻令人印象深刻的 那 就是會讓我再回味一次 我所謂的回味一次 不是就再全部讓它看完 就是可能挑重點看這樣子 可是 你會發現說 其實大部分的節目 真的就是看完就是覺得說 我到底是看了三個小朋友 真的會有這樣的疑問 所以說 我支持大家快轉看影片 好 聽影片 節省你的時間 你的時間比什麼都還要寶貴 你可以一心多用 人一心多用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最適合呢 就是你一邊工作 一邊聽音樂的時候 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人家說一心不能多用 我現在才終於了解這個道理 可是很奇怪的是 你的一心多用就是 我可以一邊做事 可以一邊聽音樂 我也可以一邊聽廣播 然後一邊打我的文章 然後不受廣播的干擾 我還是可以自由獨立的思考 好奇怪哦 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是因為我耳朵可以自動忽略那些訊息 然後繼續我的動作嗎 其實我也不曉得 這個問題其實我一直研究了好久 但是我沒有 我還是沒有得到一個答案 因為 我覺得答案不重要 重點就是你一心就是不能多用 但是 一心多用可以用在聽廣播 我聽音樂 我聽綜藝節目 我聽政論節目 那些人在那邊臉消微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我還可以正常的 做我想做的事情 不受任何干擾 太神奇了 不過呢 我有一個題外話 因為 Netflix 因為我剛剛有說 YouTube其實還有快轉的功能 那 Netflix之前好像是 沒有快轉的功能 然後 後來 Netflix決定說 決議 我不曉得有沒有 但是他有決議說 在他的軟體裡面 增加這個 以1.5倍 或是幾倍的速率 去播放一個劇的 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一推出 其實就有 就有一些 引介的人士 就出來跳出來 抗議跟批評了 為什麼他們要出來 抗議跟批評 因為 就是 我前面有說嘛 就是非常不尊重創作者 就是說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拍這個劇 製作這個節目 甚至是 製作一些 音樂啦 或是什麼 有關的這些題材 然後把所有的進化 全部都在一個 將近48分鐘 或是到60分鐘的 一個節目裡面 結果你 現在增加這個功能 用1.5倍的速率 就這樣子 讓觀眾這樣子 快速的看完 請問這樣子 是有去 尊重 你有讓這些觀眾說 去尊重我們 這些創作人的心血嗎 我們可是用很多的時間 跟心力 去 不好意思 口水很多 就是 要一直吞下去 一直講話 口很乾 就是 你沒有讓觀眾去 尊重原創者說 要 以正常 為什麼你 就是不願意 讓觀眾 就是用一個 正常好好的 這樣子的狀態下去 把一個 就是把他們製作的東西 看完呢 但是 我想要講一個 很直接 很難聽的話 我相信 他們如果要看別人的作品 應該也不會全部看完 可能看到一半 就 卡掉了 我相信他們也是這樣 只是他們可能表面沒有說 我就不相信 他們全部都 就是真的就看完 也是一定會按暫停鍵的 誰不會按暫停鍵 對不對 那 每個人都有吸收 那個資訊的權利嘛 你管人家要幹嘛 所以 我也 其實我也可以很大膽的 在那邊跟你們說 你們也可以用快轉的方式 去聽 我裡面所有的 那個podcast的內容 我所錄製的 這個廣播的 網路廣播的 這個節目的內容 你們都可以 全部可以用快轉的 聽完 對不對 老實說 我自己 我自己如果要 要就是比如說在剪 剪 剪輯的時候 我也是用 坦白說 我也是用1.5倍的速率 去把我的聲音 我把 我把我錄 錄的東西 全部 用1.5倍的東西 全部再聽一遍 這樣子 因為我要 因為 我有 我要把握時間 我要把握時間 去做東西 我當然知道 我剛剛錄過的東西 是什麼 就算我要再聽一遍 我也是全部都 用快速的方式 去聽 所以說真的 如果我自己 很自以為是 覺得說我那天 錄的那個節目的內容 很好的話 我就會用正常的聽 但是我沒有自戀到 那種程度 所以說 要重新審視 我的節目內容 我都是用1.5倍的速率 去聽完的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支持 大家 如果你們在看YouTube的時候 請用兩倍的速率 去把 人家的東西 去看完 聽完 我不管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的時間 非常的重要 因為 我還是要強調一遍 現在是 已經進入到 資訊 爆炸 其實已經進入好久了 自從有了 智慧型手機之後 智慧型手機 真正出來 你看 我們假設 以2009 到2010年 推斷來說 到2020年 已經10年了 資訊爆炸性的這個時代 已經 簡單來講 已經10年了 所以說 人每天一打開 所有的資訊 跟新聞內容 全部都像 如雪花般 如雪崩般似的 全部 毫不猶豫的 就給你直接這樣子灌進來 你是有辦法 接受這麼多 有辦法嗎 所以我們當然要選擇 把它快速看完 如果想要在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去接受 所有的資訊 當然要用最快速的方式 最有效率的方式 去把它看完 因為 我講難聽一點 綜藝節目都是廢話 政治節目都是廢話 但是 這麼多廢話裡面 它可能有一兩句是重點 重點我就是要那個重點 可是我不想要用完整的 那60分鐘的時間 去抓住那個重點 就為了等那一兩個重點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我不如去看電影算了 對啊 我不如我把我這個時間 去看電影算了 因為你在電影院 你沒有辦法快轉嘛 大螢幕你是要怎麼快轉 你有辦法叫方應師說 這個地方我覺得不好看 你可以把它卡掉嗎 如果可以這麼做 我也是覺得 那真的是太厲害了 沒有人敢這麼做 我也不曉得 有沒有人會這麼做 應該也沒有這種 世界上也沒有這種白癡吧 所以說 在這個快時代 講這個什麼 什麼事情都要求快跟速率 速度效率的這個世代來講呢 你有沒有辦法在你的 你的 你這一天的24小時之內 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去 吸收去吸收 全部你想要的資訊 按下快轉鍵就對了 現在科技非常的方便 我們不是活在老狗狗 恐龍時代 要怎麼樣去運用時間 我想你自己催清楚 而且科技其實早就已經在暗示我們 要怎麼樣去運用時間了 只是 回到 我的第一集的那一個主題 懶惰 因為懶惰 夺去了我的時間 你要不要改變 看你自己 我要不要改變 我想 這一刻開始 我懂了 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點 我們下次 雲端見 不怕 幸福